2天没给牛吃苏达了 买了 我们又有钱了怎么办 又到了每天喂牛的时间了 但是朋友们春天了 天是真暖和 这照比冬天这个时间干活那轻松太多了 人也舒服不少 穿的也不用穿那么厚了 今天下午请牛问 这个母牛有几头就跑出去了 在外边地里撒欢的跑 我的妈呀 我们一帮人结了好事 你看给结回来 这天暖和牛也舒服了 这牛也长了点是吧朋友们 长的可能不是太多 但是也长了点 完了我爸在这 给他们接了一个水槽 我们现在基本上告别了 这个用手拎水的这个事 然后我二叔在这汗了一个腿 这个牛不至于上去 然后也能喝出水了 一天喂一对 反正苏达一会我买苏达去 把那个苏达一天羊一遍 早上羊一遍就行 一个牛羊一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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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我们家兔泡盆这个牛都得剩一点 今天算是少的了 原来都剩个金巴呢 你这样挑食 能跟他们一堆出来吗 他现在这个牛啊 一千斤 不到一千一百斤 这两个长都小 我们家这匹牛到家 现在已经七个半月了 然后还有两个月 最多两个月就能把他们出来了 现在平均体重能平均到一千二百五十斤左右 大的已经有一千四的了 虽然现在的行情不太好 可能价格也就是十二块来钱 但是我们决定还是要把这匹牛喂大喂好 然后尽快的出栏 现在不是小牛便宜吗 赶紧去抓点小牛 如果这匹牛能保住板 我这个卷我就给他抓满 抓六十多头 咱家有这么热吗 你就穿这出 你穿啥呀 你穿运动裤还是穿啥呀 我就 我咋的都行 咋的光屁股 不让出镜 不让出镜 又带衣服吗 带一套 带一套 就带这个 带一套 我跟余生庄还有强哥 我们明天开始到山东德州出差 我们在山东德州搞了一场 这个 这个 饲料的这个订购会 推荐会 这帮人又该说了 双双你就在家吧 你就别出门了 不行 这次必须得双双去 因为光我们两个人 估计忙不过来 我穿这个行吗 行 穿啥都行 穿啥都好看 那这个好甜的 明白 我穿啥呀 我感觉我没有医生呢 就是不用穿太厚了吧 不用 那我就 穿这个外套 是吧 行了吧 这个行程是 我们意料之外的 是我们从山东回来那一天 然后突然间 接到了这个信息 然后需要我们过去配合一下 行程不会很长 两三天估计就回来了 如果没别的问题的话 两三天就回来了 然后这两三天呢 我爸 还有我妈 在家里试弄这些牛 我们把料都撑完了 就是怎么喂呀 我爸妈也都熟悉 我们也不用太担心 孩子也在上学 每天喂牛之前 我爸爸牛 我爸爸孩子送到学校 对吧 然后晚上再接回来 都不影响 反正这两天估计会辛苦一点 但是也没办法 必须要出去了这趟 余中容这次跟我们出去 主要的任务是 帮我们记录我们这次 开会的全过程 我跟强哥 我们两个也仔细研究过这个事 我们必须要从 经历过的事情当中去寻找经验 我们到时候回来之后 重新复盘一下 哪个地方做的不好 做的不对 然后我们重新改正 那我还挺重要的 那我还挺重要的 你非常重要 哈哈哈哈 非常重要 完事了 完事了 完事早点休息 明天强哥估计来的比较早 明天好像800多公里 八九百公里 明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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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好